日前发生在台北线板桥的地层下线的意外 经过了鉴定之后 11号四个楼层的都被认定是围楼不能够再居住了 不过隔壁9号呢 却是被认为暂时可以继续使用 由于呢县政府就要求住户必须要回家 但是呢隔壁就是围楼怎么办 再加上了住家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这个军列的情况 也让住户痛批说县府太过草率了 根本是看受在户人少不顾他们的权益 你看现在从下面一直从这里弯 好不容易搬回老家 却发现墙上也跟隔壁邻居一样出现大片军列痕迹 老先生看了气到不行 因为两星期前才历经一场地层下线 整栋紧急撤离的惊魂剂 县府却在经过鉴定后发出这张公文 认定9号这四户暂时可以居住 不像隔壁11号已经是围楼 但公文上却没说这暂时指的是还能撑多久 有没有潜在威胁 没有说多久 但是你要有给我一个保障说 你这个打掉的话 我们进进出出 是不是这个会有危险的危害 才怎么样 你有给我保障吗 没有说啊 没有任何保障就要求他们10天之内必须三度搬家 而且还是回到围楼隔壁 让老太太每天只能靠自己搬家当 一个小屋檐下能挤下多少算多少 但未来重建规划只打掉锦铃新建物的四户 让住在隔壁老人家更担心 一天到晚动我心脏不好啊 才能弱一年啊 穿着心脏啊 天天还要吃药啊 所以还在拆一次房子的话 更受不了 对啊 我常常跑出去啊 到晚上再回来 执着以后根本不敢再住了 但破语无奈 现阶段只好忍气吞声 希望老天保佑一家六口 站住在这围楼里 可以平平安安 中年新闻检证书许华川 台北采访毛铁